大家好,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環境 剛剛導遊跟我講說是大皇宮新修的一個入口 這邊是有冷氣開放的,可以給大家休息 然後後面有洗手間 他的建議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旁邊有很多曼谷的一些夜景照片 可以合影作紀念 然後剛剛有跟我解釋,比較不好意思我答案他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忘記錄片頭了 所以想說來錄片頭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個人今天這種行程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今天這個行程啊,他是到酒店接送我的 然後呢,就把我接到這裡來 然後等一下整個流程我印象中 看到流程我感覺是還不錯的 但實際上也要看我體驗之後嘛 然後體驗之後再告訴大家到底好不好這樣子 那個是大學 河上上學的地方 河上上學的地方 是大學嗎? 大學,那個是大學 所以是屬於只是給和尚上的大學 是的 因為有些和尚他就不想跟那個什麼佛教徒 普通人一起上課 哦 在這個星期 泰國人全國都是喜歡去 所以是每個佛都會去拜自己的佛神嗎? 是的 或者我們去那個 然後啊,因為進入鄭皇宮 他有規定要穿著長褲 因為他不能像一般的廟一樣 一般的廟是只要集氣的長褲就可以了 但是啊,就像這樣子 集氣長褲 可是他這個就不行了 因為鄭皇宮裡面就一定要穿長褲 所以啊,有帶我們來這邊 這邊是1100塊 他說其他地方可能是120,150 他就找一間比較便宜的地方讓我們去做購買這樣子 然後啊,從門口進來之後啊 這邊就有一個佛塔 那剛剛導致是說啊 這個佛塔的話呢 是他們舊版的10元硬幣上面的一個 Logo 就是這個佛塔這樣子 那也好像是說是九世皇的那個硬幣 那現在已經改了十世皇的 如果說你還有保留 九世皇的硬幣的話呢 可以跟他們做一個合影留念 然後導致跟我說 因為這個是九世皇 他是屬兔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兔子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因為剛剛跟我說 他們禁止拍照 因為他們門口就有規定說 不能拍到他們工作人員 那我現在在門口 等著他們買票登島 好不好處理票的事情 幫我買票之後我們就準備進去囉 所以這樣呢 就是到皇宮的那個入場券 然後 他可以憑著這張券 這邊旁邊有寫著 可以去免費參加這個恐懼的一個表演 然後是在旁邊的一個 皇家劇院 然後演出時間呢 是一到五的一點 然後兩半四點 喜歡來拜拜他 會祝福你身體健康 離開醫院 嗯 我們泰國呢 有著名就是泰式按摩 是吧 泰式按摩 他是從那個瑜伽開始的 所以每個店呢 會有他的 在店裡面供奉 所以在按摩店 就是供奉這個省就可以了 是的 好 好 好 等我一下喔 現在呢 他們連這一種 呃 拜拜的那個功德 像他也都採用燒毛的方式了 就是現在啊 曼谷節系王朝 我是介紹第二 第二 他是泰國最有九島首都 然後總共四百十七年的 以前那邊是很輝煌 因為那邊呢 他是那個外貿中心的 有很多貿易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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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看過泰國的電影的 喜大象啊 打戰 就是他的 那裡是很多王國家 哦 他是從大城谷這邊 那邊的坐船 坐到曼谷這兒了 有交會的 啊 三個哦 其中是從曼谷這邊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有 第二次呢 第二次被緬甸 是吧 緬甸用火箭燒我們的城市 整個城市都是被他們燒 哦 被燒的 現在如果去的話 建築物都是普通的廟 是叫馬國廟 後來 正王大了之後 改成火箭寺廟 而且也改名字 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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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Go 改名字 Tyl你明餡 因為到黎明市的時間 嗯哦 哦 像走過來 來他們的建築 我覺得要蓋得滿軍事的 大評號 大評 Simon 大評號有 總共三個建築物的 嗯 左手邊 黃金佛塔 這是叫レッダナーセルリー塔的 是喇嘛,是我们的作品 里面有公奉 是杰姆尼的设例子 设例子它是从那个 印度起来的 然后呢,你们来看泰国 你会看很多不同的佛塔的造型 这个造型呢,中型,圆形 是史里兰卡风格的佛塔 外面那边 黄金 那个不是黄金什么的 那个是马赛克 中间这边在维修呢,这个就是 我们叫藏金楼 或者藏金楼的 里面是有公奉金书 现在它是在维修 它是泰国的 泰国的造型 好 导览上面有它的照片 好 那个门 停一下 那个门绳 那个是有 泰国的神和中国的神混在一起的 那个是有 衣服是泰国的 但是神的脸啊 站在世界上面 就是按照中国的神 那个也是代表 中国和泰国 我们的文化是融在一起 混在一起 我们也是很好的国家 嗯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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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家灯吗 带这个 在青春 黄家灯吗 橙灭吗 红,蓝蓝蓝蜗 黄蜗 下面那边有一座毯吧 南座毯吧 这座毯吧 那座毯吧 那个是酱油米 那个是高米 那个是高米波塔的 或者普鲁文旦的波塔 洞楼下面是泰国的符符 我们两个是在一起 因为是代表佛罗门教和泰国呢 会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是小纯佛教 但是我们有佛罗门教会在一起的 所以那边是道教和佛教 对 是佛罗门教 然后佛罗门教呢 它是相信世界中央的一个座山是叫雪山林 雪山林上面有动物 那些的动物我们是叫人家或者怪兽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上面那边呢 会有很多人是要不走快兽的 可以先赶快去看看 好 现在呢 好像听说啊 有皇家的人来 所以啊 里面的人啊 都被大家赶出来了 因为皇家的人来的话呢 呃 要你让他们 看到吗 有 一点点 你站在我这个位置 会看到一点点 因为这个啊 里面不能拍 所以呢 导游啊 这个让我们跟你说明一下 他说一般的这个衣服啊 一年会放三次服装 是根据泰国这边不同的季节 有夏季雨季跟冬季 这里呢 是他们的一个新航店啊 这边啊 大家看到了 就是他里面有 有拍的照片给他 里面是供奉他们 已经去世的国王 总共有一次到九世 九位国王 那样子 然后呢 外面的这一个呢 呃 他们呢 刚才老师跟我说他叫怪兽啦 那我就觉得 很类似像台湾的人面作孙 这样子的 一个模式 他就是脚的部分呢 是算是 呃 呃 瘦的样子 然后上面有人的话呢 人的脸就是身体这样子 然后后面有尾巴 啊 这主要是他们一样也是双手合十 然后 代表说欢迎你的泰国这样子 好 说啊 一般游客啊 呃 比较喜欢站在这个楼梯 一起跟后面这个背景啊 做合照 还蛮美的哦 然后呢 这座博台下面啊 他们说很多 其实欧美客人 欧美的客人 他们说他们很喜欢跟他们这个神像啊 做同样的知识 然后一起合影 还叫做今天这样子 那种 那种 哦 类似 我们经常跟中国庄外卖的 中国的考试来太多 还能 然后啊 旁边这座树啊 就是他们的菩提树 先供那个香花的 因为我们泰国人也要相信的 呃 我们还要 我们还要 我们还要灵魂 啊 上个辈子出生啊 会长的是很好 啊 从前面走过来啊 这边有一整片的壁画 那考试呢 就是每经过一片 然后大概会介绍一下有哪些重要的地方 或是一些 重要的特色 跟大家做说明 这样子 我希望他不过 这里呢 下面那个石塔上下 就是刚刚导导说的那个 五哥窟的那种 上面有个人脸 然后呢 现在进了这一片呢 就是大航空的区域了 你进来这边逛的时候呢 第一个会先到隔壁的浴火室 逛完浴火室呢 按照这个路线进来呢 就可以进到大航空这边 然后出口呢 就刚好在 出口呢 如果不是同一个 是两个是不能开的 它是沿着一个洞线出去的 这样子 主要的建筑物就是前面吧 它是叫夹鸡店 夹鸡店 夹鸡店 是万古夹鸡王朝的 是谁盖呢 是拉马武术皇 拉马武术皇 是叫 嗯 俄主拉隆冠陛下 嗯 他是 因为他的那个期间是吧 我们泰国隔壁国家的 被英国 好 哇 这个 皇宫店 做得金币辉煌的感觉 你们一起拍吗 来 谁手机 你的手机要不要 有 有 我们叫鸡鸡店 用中文的发音就是 花衰店 但是 大黄哥第一个政治物 全部都是泰国的风格 里面呢 里面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这里呢 据说啊 就是他们泰式 泰国国网啊 做一些重大典礼 比如说 像是继任啊 等等之类的 的话呢 都是在这边做的 然后呢 下面这边高度比较高 然后就可以到 那边可以 起大厢过来之后呢 因为啊 他起大厢 目前在维修 所以看不到 他之前其他位置在那边 他会从那边 骑大厢过来这边之后呢 去 呃 实行一些重要的典礼 像 纠任啊 等等之类的 那他介绍啊 你出大王宫之后呢 从这边下来 因为他这边是下到 对面的一个 算是有一个 有冷气的一个穿越道而已 然后旁边啊 这边有很多 旧式的照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啊 这个以前 大厢在路上走的时候 以前拍的照片 不过呢 解析度有点模糊啦 就是呢 因为他以前的相机里 就没那么好 然后他要放这么大 常常是会有点模糊 啊 现在春年机就算好舒服啊 这个呢 是导游 刚刚买给我的一个 薄荷的一个 西比的东西 因为他说啊 这个在他们太过年轻人里面啊 蛮流行的 好像是听说之前 有哪个明星 介绍过 然后就突然活而起来 这样子 不过重点是味道真的好闻 他说在Seven就我们在卖了 那只是说他有三个颜色 那他们比较喜欢的是 这一个绿色 就是最原始的 薄荷再加上那些草药的 那我闻起来呢 确实也蛮好闻的 这个 推荐给大家 这个牌子 啊 我们这样逛这个市集的时候呢 到大王宫之后呢 会带你来前面逛那边市集 可是我刚刚就没有拍了 呃 现在拍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边还有一家烤面包店 蛮有名的 你看很多的排队 然后呢 导游呢他也帮我去排队了 他就说要买一个给我吃 给我吃吃看这样子 然后呢 现在啊 吃完饭的时候呢 呃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码头 直接当满船 大家搭过好几次的软船 然后直接到对面的阵盲庙那边去了 哇 可是现在这个时间超级热的 我的屁股还没有坐垃圾 准备下船了 因为只有两站而已 现在已经下一站啊 然后那边 已经快要到阵盲庙了 所以我们准备下船哦 哇塞 现在下船的人超多的 然后啊 现在天气超级热的 看一下 塞住了 然后啊 这边就开始买门票 那门票在那边购买 一个人的话 那是一百块 往前里面走 哇 好多人好多人 然后可以进来 这边可以看到折磨庙了 不过啊 这天气折磨庙 那是好热啊 回家高岛 现在它是泰国啊 佛罗门叫佛塔最高岛 佛罗门叫佛塔 是的 好 那没有分较别的话 哪个佛塔是目前最高的呢 就是说啊 右米 右米就是这边是最高 现在没进来啊 我们从外面这边进来之后呢 右边这一个啊 呃刚刚导游说啊 这边是蛮多 泰国人都蛮喜欢来这边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目前这边都在排队 他们啊 准备爬过去 因为这个呢 听说啊 就是 震王使用过的这个床 然后 呃 据说他们爬过去呢 就会给自己改个孕图 这样子 类似像台湾的改孕一样 好了呢 祭拜完之后呢 您看一下 这里 现在用手祭拜之后呢 然后 拜完之后就往前爬 这样子 往前爬 然后呢 现在这个外国人也是给大家看呢 还是用爬都爬过去 这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泰国人做示范 正常啊 泰国人的 刚刚一样啊 外国人就比较不会去 他就直接爬过去而已嘛 那泰国人呢 会简单祭拜一下 然后就开始往前爬这样子 用不扶行进的方式 我用爬的爬过去 然后呢 他们都会丢一个 试试像钩钩之类的 给大家看清楚一下 什么完整的过程 那个人就许悦 然后把钱投进去 然后说一下他的经验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哦 被挡住了 不好意思啊 被挡住之后呢 然后他们会在前面啊 然后祭拜完 然后呢 就直接又爬的爬过去 然后呢 就直接又爬的爬过去 ok 这样的话呢 从这里爬出来之后呢 正常啊 就往前走 前面啊 会有合照 帮你们送金 然后给你们 那那个叫波胜水吗 还是什么 哦 对 就是一种波胜水的 然后其中一些便利平安 ok 然后看一下 还有机会啊 都放上去找这边跑 今天这泰国人啊 对这个 我觉得是觉得蛮艷艷的 正常啊 爬完之后呢 过来这边啊 快接受 那个阵王的神像之后呢 然后再到前面去 好 再到这边来 然后接受 律师傅上的 送金的祝福 波胜水这样子 我前面拍给他看一下 刚才接受 职务的那个 祝福 刚好导演要去接受他的祝福 然后 然后 轮到你之后呢 这个师傅就会发给你一串 小佛珠之类的东西 看一下 等一下就发给一个 一串的小佛珠 然后要绑 绑在身上 然后接受他的 师傅的祝福 这样子 然后 这间小寺庙的时候呢 可以回来这边 入门处这边 往这边啊 可以过去拍正王庙 整个的 可以在这个流门有个经验 然后也可以啊 继续往前走 往前走啊 就可以拍到整个高度的正王庙了 这样子 整个高度 真的可以看到很明显啊 一层一层是吧 有夜叉在拖子塔的 还有金那里金那罗在拖子塔的 金那里金那罗就是怪兽 上面是鸟 上面是人 下面是鸟 我们叫金那里或者金那里 好 那上面那个有大象的那只 那个是相省的 相省 相省 我们叫英托罗省 英托罗省 英托罗省 金那里就是女的 金那罗是男 哦 李是女 然后罗是男 金那里 金那里 嗯 还有夜叉很高 然后啊 就是从另外一面 比较阴阳的地方 往下照 拍照的感觉是这样子 真 但今天啊 建议大家 还是啊 只要中午的时候来 中午的时候来 只要是暴热的 你只能挑这种 没有阳光的地方 还可以拍照 那 泰国 刚刚导师跟我说啊 他说很明显分辨他是不是泰国人 因为他说 泰国人基本上 他不会来我后面地用拍照 他们大概就只有前面那个庙啊 祭拜完 大家就走了 他们不会来这边拍照 这边呢 基本上就是只有游客才会来而已 最简单的分辨是这样子 大家过来黎明寺这边的时候呢 后面啊 有一座这一个佛殿 这座佛殿呢 刚刚导师跟我说 这座佛殿历史相当的悠久 八瓜连旁边的 他说这边是用古法建筑 都没有去改造过的 八瓜连这边的水泥墙啊 他说以前他们的水泥 然后用糯米水去混合做使用 然后是这样子 然后他说等一下呢 呃 这边是用泰国人做布施的一个现场 他说等一下 呃 基本上千里这都是泰国人 好像我目前没有看到外国人进来 都是泰国人 我现在这边往前走 记住大家来这些拍照 因为这样子啊 大家会知道 有来过黎明寺这边 这是他们的门绳 然后从这个门绳地方这边走进来之后呢 然后往前这边再走进去这个门的话呢 就是他们的大雄宝殿了 然后啊 跟大家说一下 他说啊 老公说一般都会有这个石碑 那这个石碑呢 就是代表它是一个寺庙的大雄宝殿 然后呢一般的石碑呢都只会有一个而已 那这个呢 你看到这边石碑是有两个 那因为呢 这是国王盖的庙 所以啊 他就会有两个 那一般的庙呢 是只有一个石碑而已 用这个去区分他的庙的那种 差异跟等级吧 然后啊 这一座啊 大雄宝殿也是后来新秋的 可是也有段时间呢 因为他是二世皇 呃 之前新建的 那我一开始以为啊 像他这个 我以为都是用油漆去用的 结果啊 他不是 他是用 一样用碗桃池去把它用出来 他只是说他做的特别品 他做的特别品 很漂亮很漂亮 永远看来我看不清楚 我以为是油漆直接用画的画上去的 结果不是 他也是一片一片这样用上去的 很漂亮 然后啊 四周围都会有很多佛祖 那佛祖的下面呢 会有放一些遗骸骨灰 那刚刚我问导游 因为我之前是有听别人讲 我觉得当问导游 或问当地人会最准 他就说啊 他里面 呃大部分啊 可能是一些生女的遗骸 或者是一些有钱人的遗骸 因为这个庙比较特殊嘛 所以他大部分 你可能等级要过 才可以来到这边 然后他我问他 可不可以拍什么之类的 呃 呃他说基本上 你只要不是刻意去拍他的话呢 是ok的 比如说像我现在拍风景 然后像哦灾到是没关系的 然后还有要尊重他们 就是可能不要做啊 不要碰他们啊 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那过去就可以了 啊也不用特别紧张啊 不用特别紧张 正常心态就好了 上呢 大雄宝殿这边 要去的装饰啊 相当的华丽 你如果穿泰国服饰来的话呢 这样子拍照像对面那边 穿泰国服饰的拍照的话呢 这个景应该是相当相当的漂亮的 这个view 提供给大家做诚考一下 来这边拍 现在呢 在大雄宝殿的 这应该算是这门对不对 嗯 这门里面 然后上面就有一尊释迦摩尼佛 那这个好像说是属于他们的装饰佛 这边的服装呢 是属于他们在 呃像是天堂穿的服装啦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路上 然后呢 下面呢 这个是他们的蛇神 叫做纳加神 那可能这个神的 我刚刚问到 有啊 是不是蛇的旗带好多 他说有他好几种形态 然后看 呃 应该说他的形象有好几尊啊 就要看每间寺庙要怎么去做 因为他是属于守护神 他是一条蛇 蛇的守护神 然后我们进来里面这边了 然后大家尽手 有些地方啊 像这个 是上面给神旅上去做使用的 你就不要自己上去 记得哦 然后呢 他们就会在这边祈拜祈福 这样子 现在啊我们来到了巴南寺 也就是水门寺 那这边有个大佛 漢古目前最高最大的座佛 那还有一个琉璃塔 那我们准备进去咯 然后呢 进来这里啊 他说是目前泰国人 蛮多人来这边祈拜的 然后听说呢 前面有一座高森 然后目前啊 金森啊 好像还是存在这边 然后啊导游说呢 这个是他的蜡像 那他金森呢 还存在这边的楼上 那我们要上去楼上了 这里有上次了 也没有来过 因为啊 没有人介绍啊 然后我就真的不知道楼上还有这些东西 上来楼上这边的 然后啊 老实说说 泰国啊 蛮多人会来这边打坐的 然后这边是他的那个 金森留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 目前啊 旁边就是像 然后还有一个 里面的那座金森 然后都贴完的这个金森 然后泰国人习惯啊 拜完拜之后呢 把金森啊 贴在他们的身上 祈求好运 然后呢 旁边啊 这有他们的水 是陷水 然后可以拿 保安之处啊 有人会拿起来喝 有的人是拿起来 我们从头 喝到那个蒸蛋这样子 也是一样给祝福的意思 那至于喝不喝 喝不喝就看大家自己咯 因为我看啊 他们带过来也是有两派 一波是直接把它喝进去的 一波啊 就是拿来把它 从头发上面搜下去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位 泰国人啊 他怎么会处理的 对他就用破的 把它破到小朋友的身上 这样子 现在啊 先来看他们的一个大城堡堂啊 这个堡堂 其实也蛮有历史的 这历史也蛮旧的 然后墙壁边啊 有很多 关于 释迦牧的一个 呃 介绍这样子 然后下面呢 都有很多一些 有设历史的那个火塔 像我们这 看到这座第一幅呢 就是圣古庙 然后呢 一去过去 这个呢 应该是在清迈的 好啊 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是一些高声的一些照片 在这边 这个呢 这间的一个高声叫 龙破手 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座宫殿啊 非常非常的古老 刚刚啊 就解释一下 他说这个是创始的国王 然后 目前啊 这边的第二个是 拉妈九世 然后拉妈九世的皇后 然后现在是现任的 十世的 太皇 然后呢 最后面要被挡住了 是 他们的公主 然后呢 外面刚好他们有活动 是一个捐血活动 然后呢 躺着 然后捐血 接着呢 大家可以来到这边 拍这一个 转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尊超级大佛 是目前啊 曼谷最大的一尊做佛了 然后从紫运上呢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了 那当然啊 幸运大家可以来现场 看一看 现在搞逆光 不好意思哦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这边看看 因为他真的很大 你看 用比例给大家看 这样是人的大小 这座整 这座佛的高度 建议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 然后啊 现在下面啊 新增了这一艘船 让人家拍照 然后 就简单 只要抄个步驶一点前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像照片一样 上去拍照 可以往上拍 拍到上面的大火 就是像这样子的角度去拍 可以拍到船跟大火 这一座佛的高度是67米 然后过来这边的时候呢 可以到后面这边来 后面呢 他楼上有个琉璃塔 蛮漂亮的 这个呢楼高有来80米 所以我们继续往上走吧 我们现在啊 已经来到了这一座佛的佛塔了 那边 来看一下 超级漂亮的 然后呢 上面呢是佛祖 然后呢 下面呢 这是属于他们的那家蛇神 那整部都是 下面这边 这一根面呢 地上有摆毯子的这一边呢 是这个塔的一个正面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啊 就坐在这边 或者是 呃 奇心的前球这样子 可以看一下 蛮漂亮的 超级漂亮的 这个灯塔 哦 这座佛祖塔了 超美的 从这个角度拍上去啊 这个 他们的穹顶也蛮美的 整个都是佛像围绕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 超美的 然后柱子啊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他们的柱子 我觉得啊 它旁边这个莲花造型 这个灯啊 也超级漂亮的 整个绿色的灯尾 然后搭上枪 上面这一个 游离塔的造型 超级美的 这里呢 是我蛮推荐大家 可以来这边逛 因为这边拍照 超级美的 然后 今天要避开六日啊 因为这边六日啊 呃 一些泰国的话 拜拜的人潮会比较多一点 那一到我来的话呢 会比较好一点 人家没有那么多 然后能不能走出去外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圈 大火的背面呢 大火就在你的背面那样子 好 嗯 嗯 今天啊 比较特别的是我第一次参加到这么少人的一日游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前几天啊 我一般正常大概都是参加到十几个人或三十几个人左右的 也是有 是比较正常 那我之前一瓶之前的话呢 有参加过最多 呃 快要200个 因为那时候我又记得出动了六台大巴 六台大巴加起来一台四十个人嘛 然后四台 一台四十个人 六台就240 可是实际上没有做满 所以我大概预估大概抓两百人左右啊 我那那一团真的是蛮大的 当然大团有大团的好处啊 那小团有小团的优点这样子 呃 我昨天也参加了刷新了我的记录 参加最少人的一个一日游 昨天是四个人 那今天马上又再刷新一次 而且是刷新一个人而已 那当然也他有他的好处啊 因为呃 账面上看起来觉得这个好像比较贵 可是实际上我认为是不会 因为他是包含所有门票的费用 包含大王公门票 其实呃 光是大王公门票的话呢 就五百块了 所以你这样子换算起来 其实他也不贵啊 而且包含到酒店接送 因为一般的一日游都是要到定点 比如说可能到哪个解禁站 哪个饭店哪个麦当老去集合这样子 然后再一起出发 那我觉得这一种小团的一日游呢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啊 呃他是到饭店去接送你 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呢 就会多耗一点时间 因为你在接送的时候 呃一台车12个人 如果住四个饭店 他就要跑四个地方 那如果很不幸的四个地方都离得特别远的话呢 可能就多浪费一个小时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呃人数比较少 或者是饭店的刚好都顺路的话呢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的旅游品质会更好一点 像我今天下午啊就 哦因为曼谷这次凉季不知道为什么 呃我回曼谷来大概就前一两天会觉得到凉而已 后面都会觉得到热啦 没有凉没有凉的感觉 今天可能凉季不凉吧 然后呃我认为呃当你旅游然后很热的时候 然后他直接帮你送回旅馆来 或者送回旅游地方都可以 呃正常他就直接送回旅馆 他就安排路线嘛 那送回旅馆的话我就会更舒服了 不用再像一般一样了 我要去集合地点再搭捷运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的理由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那我影片之后整理说完啊 再给大家参考 这样一天下来我觉得品质算不错的 而且一个人真的是蛮难得的体验的 ok那今天影片影片讲就到这边哦